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挥稳定 几乎无可挑剔 这让梁静如待到发言时还没开口被眼泪决定 这么辛苦才凑齐的学员 我有点没办法做爱的感觉 一旁的李荣浩赶紧为她支招 最终梁静如选择了拍运起 为战队留下一个实力女生 真正体会到切腹之痛的梁静如坦言 当导师和看节目感受真的完全不同 她共情理课题 我终于知道李荣浩的痛苦了 今年 好声音引入新规则 当学员没有获得导师转身时 导师助教有权拍下按钮挽留该学员 她可以向一转学员发起PK 获得第二次挑战的机会 对此李荣浩评价 这个新规则虽能激发学员的胜负 如何表演语 但同时也折磨了导师 让他们不得不做更多选择 随着中国好声音2022的开播 想必很多小伙伴都有所关注吧 作为国内热度最高的音宗 不负众望再次成为瞩目的焦点 并且浙江卫视因为她的开播 整个台的收视率水涨船高 直接突破0.9% 一举超越了湖南卫视 对于中国好声音之所以这么火爆 不单单是因为她是国内热度最高 自立最老的音宗 并且这个夏天 她还是唯一一档音乐选秀类节目 其中最大的亮点无非就是这档节目的音乐导师 纵观几季下来都是华语乐坛的知名歌手 最让人惊喜的是节目组竟然把周杰伦都给请来 而且还不止是一季 就这样中国好声音因为周杰伦的盖栏 奠定了这档节目在音宗的地位 然而除了周杰伦之外 还邀请到不少热门歌手 比如陈奕迅 王毅宏 谢霆峰 李健等等 每一位都是华语乐坛的热门歌手 渐渐的每一季的音乐导师 也成为中国好声音的一大看点 每一次都会议论这一季节目组 会邀请到什么样的导师 中国好声音2022也不例外 在还未官宣之前网上就已经议论纷纷了 其中关注最高的就是 邀请到当年风铃一时的乐坛女歌手梁静如 这也是他首次参加内地综艺 而其他三位李荣浩 李克勤和廖昌永 依旧是上一季的音乐导师 看到这样的阵容 很多粉丝都会觉得不够豪华吧 对此节目组也想到了 为了能够稳住这一季的收视 还特意邀请到刘德华担任 这一季好声音见证人 作为香港乐坛的四大天王之一 这一季中国好声音瞬间高大上许多 怪不得节目组为了他解锁一个新身份 可惜在首期节目组 刘德华因为荡气的原因没能到现场 不过新导师梁静如站了出来 在海选环节中成为最主目的焦点 不仅见到喜欢的歌手毫不犹豫转身 而是还是导师战队中第一个满人的 因此之后遇到了喜欢的歌手 只能进行队内队决赛 不得不说杨静如凭借着洒脱的性格 为这档节目贡献不少看点 除了导师之外 选手们的表现也非常亮眼 特别是第二期节目中 爆出了一位夺冠热门选手 他就是来自浙江音乐学院的准大一新生 开运期 之所以会成为焦点 主要是他的唱歌功底真的很不错 并且年纪又小 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看到这不得不说 浙江音乐学院为中国好声音输送的不少 夺冠热门选手 比如2017年的叶炫青 在海选就成为主目焦点 可惜的是在最终对内冠军争夺赛中被淘汰 最终只不四强 还有2020年的丹依纯 当时他出场时也是同样具备年龄优势 最终不复动望夺得冠军 不得不说这因出了不少人才 最后 大家期待拍运期之后的表现吗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